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让我们在歌声与欢笑声中一起奔跑吧 青春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70年过去了 在这样特殊的时刻 我们将借由文艺的方式回望历史 想身处那个战争年代 为后人赢得希望与自由的先辈们致敬 五月的鲜花 开变了原因 鲜花折盖着知识的鲜虚 为了挽救这最伟的命运 他们曾顽强抵抗战不现 如今的东北 一轮忘了四面 我们天天在痛苦里安静 我们天天在痛苦里安静 失掉自由 更失掉了方 万去落地 忍受那无情的平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既然惊喜着不幸的依静 陪亚佛舍 一心挥动全头 1959年导演陈怀矮与摧尾 指导拍摄的电影《青春之歌》 这部影片让林道静这一角色深入人心 他在革命斗争中成长坚强的道路 成为了那个时代进步青年们 曲折精力的缩影 演员谢芳对林道静这一角色的精准把握 也让他成为了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女演员 在暴风雨的黑夜 你是驰过长风的闪电 多么勇猛 多么勇猛 你照亮我生命的道路 我是你摧胜下来的信力 我们没有轻轻 我们没有默许 然而我相信 我永远地相信 在我的生命中 会有这样突然出现的奇迹 那 晕晨的监狱铁门被打碎 在充满阳光的花园里 你含着微笑 轻轻地告诉我 你那勇敢的斗争 世纪 我是多么幸福啊 从此我们永远不再分离 1939年的三月 作曲家显星海 创作了黄河大合唱组曲 同年的4月13日 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陕北 宫学大礼堂举行了首演 这次首演引起了巨大反响 随即畅想全国 并成为了当时抗战歌曲的 主旋律和时代的最强音 这部在中国交响乐领域 影响最大的一部代表作 时至今日 依然对中华儿女 起到了鼓舞的作用 中华儿女 反响而成为了 前妇 词 由快乐领域 追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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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过黄河吗?你渡过黄河吗? 你还记得和尚的船夫凭着性命和惊涛骇浪不战的情景吗? 如果你已经忘掉的话 那么你请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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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这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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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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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有一种青春 让人怦然心动 总有一种青春 让人欣喜若狂 总有一种青春 让人回味无穷 终生难忘 让我们在歌声与欢笑声中 一起奔跑吧 青春 好 这段我来表演 这不是 相声严远离秧吗 说话这味 没错就是我 好长时间不看见你了 有日子没见了 家里都挺好吧 让您惦记着都挺好的 老爷子挺好吧 您问我爸爸呀 老人家离休了 现在在家待着呢 离休了 他可是个老革命 这倒是 老前辈 您客气 老英雄 您夸奖 你说 我要是你爸爸改做好啊 咱们说话这是 不不不 让我便宜 我哪个意思是说啊 说什么呀 我要能像你爸爸那样改做好啊 你把话说清楚 像我爸爸那样好在哪啊 离休干部 对 在家现在就没事 革命一辈子应该休息了 一个月还挣两千两块钱呢 这是国家给的 出门进门办个事啊 还有小启车啊 还享受这待遇 国家国家了 单位领导给送下好吃的 组织上关心嘛 这都是次要点 怎么讲 关键是受人尊重啊 这是真的 老头呢 往大街上这么一走啊 怎么着 后边那人看见都念叨啊 都怎么念叨啊 我爸爸的 看见前面那个老头了吗 我看见了 你知道他是谁吗 他是谁啊 那就是相声艳艳 李扬他爸爸 那我爸爸 当年的幽级队长 李向阳啊 对对对 合着我爸爸就是李向阳了 您别看他老人家这么大岁数 他走到街上 有古威风 你看 我像你爸爸那个样 往大街上这么一走 没错 后边那人也得念叨你 他怎么念叨我啊 看见前面那胖子了吗 看见了 知道他是谁吗 他是谁啊 他就是电影小精 小兵张嘎里边的 政察英雄罗金方 日本特务胖翻译 对对对 我是那个吃西瓜不给钱的 我瞧您就像那位 告诉你吧李扬 怎么着 我也就是晚生了这么几十年吧 晚生 我要早生了几十年 怎么着 咱打上几件鬼子 不是等会等会 早生晚生我得叫这针 怎么了 你母亲 你妈呀 妈妈怎么 今年高瘦了 六十八了 六十八岁 我要早生了几十年 要这么算起来 这抗日战争 您是赶不上了 对对对 是不是 我妈生我是赶不上了 没错 我是说 要是我奶奶生 我不就赶上了吗 像人话吗 这个 你赶上那生的那是你二大掰 我哪个意思是说 说什么呀 我要早生了这么几十年 咱赶上那抗日战争 打上几件鬼子 咱现在不也是立宿干部了吗 咱们这个 咱往打卷上这么一走 咱不涂地也放屁 这话怎么讲 生气 生气 哥 你们跳句话还没啥 对吧 我告诉你 你考虑的太简单了 怎么了 老一辈的英雄 那是经过了枪林弹雨 出生入死 对对对 还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就说那抗日战争那年代 不管是出英雄好汉 就那叛徒 汉奸 也有啊 是不是 你这个话我听着不大得劲 怎么讲 我要是生在那个年代 保不准就出个叛徒汉奸了 你还别不服气 你要不服的话 当着大伙 我当场考验考验 你怎么考验我 咱们俩表演呢 怎么表演啊 好比说呀 你就是当年的游击队员了 我现在是游击队员了 我就是游击队长李向阳 行 我派你到敌战区 行 执行向重要任务 行啊 不信你暴露了身份 行 你被抓紧了日本县兵队 行啊 严情考打 行啊 老虎灯 行 辣椒水 行啊 什么就行啊 这考验够严峻的 妈了不起的 怎么的 不就让直辟鬼子抓起来了吗 不害怕 不就考打伤吗 了不起的 行 现在你就是那游击队员了 我现在就是游击队员 先给你化化妆 等会 来来 先把脑袋包上 干什么这是 这是游击队员包头用 没看那电影 电视剧里 那游击队员都包着这个吗 把脑袋包上 就发条毛巾啊 可不就发条毛巾吗 让就点吧 把脑袋包好 这个艺术啊 不但讲究这个神色 关键是形色 这一化妆出来 您再瞧 这不是当下这无论了 怎么样 像不像个游击队员 这游击队员倒是不像 毛巾底下盖一肉丸子 有这么大事的 行了 咱们开始了 交代任务 江桂成同志 咱们队要攻打敌人的萧家政 行的 你找老侯同志接头 记住这个接头暗号 是什么 老侯先说土豆 你说地瓜 他问你多少钱一斤 你告诉他两毛钱一斤 记住了 记住了吗 另外告诉老侯同志 攻打日期 什么时候 就定在腊月二十八 好见 注意啊 到了萧家镇了 怎么着 开始接头了 这就开始接头了 我就那老侯同志 好嘞 注意啊 警惕性高点 警惕性高点 警惕性敌战区 来啦 这位老哥 您里边请 你跑这偷地雷来了 还是咱们的 头顶来干嘛 咱们跟个贼似的 管查情况 行了 注意按钢啊 这位老哥 您吃点什么 老规矩 老规矩 土豆 地瓜 都是钱一斤 四毛钱二斤 咱们叫四毛钱二斤 两毛钱一斤 还是四毛钱二斤 这咋没错呢 谁给你算的 就是两毛钱一斤 也这念 两毛钱一斤 差不多 同志 有什么肉 我说老虎 咱队长说了 说什么 咱队伍准备 拱打这个小家镇 总算等到这一天 让你搞一份 低筋那个声 火力风不吐 你都知道了 谁知道了 另外告诉你 拱打的日期 什么时间 定在腊月82 破糊涂了 你们家有腊月82 28 花生米来了 什么事 吸皮下来 老虎啊 你也是有名的 可替户了 村款也有起位数了 咱队伍在那边 上顿下顿的吃地瓜 你知道吗 我知道 同志们艰苦 上你这会来了 一瓣花生米 二两老白杆 就打发了 你那意思呢 请弟兄们 错一队 错一队 你想错什么呀 这个 天会冷的 咱要不吃个爽阳路吧 我这就该把你涮了 你敢把你涮了 就你这大大咧咧的劲 让日本鬼子发现 还得被你抓起来 什么了不起的 怎么着 不就是记个小鬼子吗 不害怕 不害怕他吗 我现在你就被抓进了 日本宪兵队 怎么着呢 我就那日本鬼子 来就是了 这才叫口眼了 不就记个小鬼子吗 来就是了 咱不怕他 哎呀 你瞧这自信 把这屁股链都颠出来了 带江贵城 带我了 大大的肥胖啊 你的 什么的干活 我呀 农民的干活 你的农民的不是 怎么着 你的太胖了 太胖了 农民的辛苦 你的不辛苦 小鬼子 你不了解情况 什么的情况 现在已经改革开放了 农村都富了 农民吃得好喝得好 我就发胖了 哪像你们小鬼子 一个个见最后事的 你把这儿 你把这儿 我妈没人 把这儿 你把这儿 你的小孩黄金的农民 你的良心 大大的坏了 你才坏了 你得说 李向阳 那边的干活 李向阳啊 李修干部 不干活 1939年诗人光魏然 到达延安 他在图中 看到了黄河船夫 与狂风恶浪搏斗的情境 并深受启发 由此而创作了诗歌 黄河银 作曲家显星海 听到这首诗后 非常的兴奋 并表示要为光魏然 带领的演剧队 创作黄河大合唱 就是在延安的 一座简陋的土窑里 作曲家显星海 抱病连续写作了六天 终于完成了这部音乐剧著 张老板 我问你 你的家乡在哪里 我的家在山西 我和汉有三百里 我问你在家里 中天还是做生意 高出头更甜的 风的漂亮和小米 为什么到此地 特别流浪受不起 同心事 我提起 江湖人望无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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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和你 为什么我忙老七 你的家乡在何地 在东北做生意 家乡在哪里 家乡半月无消息 家乡半月无消息 怒吼把黄河作为黄河大合唱中的压咒之作 在整部组曲的最后 配着慷慨激昂的诗朗诵 将震撼人心的情绪推向高潮 使观众听后热血沸腾 久久不能平静 听啊 朱江在幕后 杨子江在幕后 黄河先兴的怒吼 发出你的狂叫 向着全中国被压迫的人民 向着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 发出你战斗的警候吧 杨子江在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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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子江在幕后